哈囉 大家好 我是熊哥 來 Forting One 兩盤 有人在抖音問說Forting One有什麼好處嗎 Forting One對八號球其實有很大幫助 雖然規則有點不一樣 但是可以練習短距離 借球 還有一個很大的耐心的訓練作用 那其實好處很多 這個建議大家練一段時間之後 再去慢慢體會 好 用10號來戴開 放樓 用球桿力量去打球 下連左賽 我的天哪 運氣不錯 表示這個戴口還是很尖的 11號 9號 留4號 1號 繞過去 2號 解決一下 1號 做1號 2號 3號 421好處非常多 練習耐心跟短距離半台的一個球的觀念 而且421你打成習慣的時候 它也是可以自己練習 或跟朋友對打 蠻好的 Kiss 稍微帶一顆球 繞出來 再看帶開的球 可以下拉桿 1號 這球2拉得不夠 1號敲得太薄了 這都是危險 好 放低一點 待會這裡 現在可以考慮看一下角度 1號敲通 今天帶球帶的很不好 輕功 輕功了 用這個來帶 希望敲準一點 可以生個兒子 不夠準 好 那這個球來講的話 六號可以當下一盤的連接球 七號做直一點 稍微一點角度 直一點也可以 這個來這裡 好 這個角度可以帶開了 這無庸置疑 好 我還是帶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敲到三角框 這當然啦 裝到球就不會攜帶了 但是基本上敲到三角框可以帶開 好 示範兩盤的這個Folding One Folding One 其他好處非常多啦 我建議大家練習一段時間 沒有在打Folding One的我們的朋友 不妨試試看 好 那有打Folding One的朋友的話 這兩局有一些稍微不是很理想的地方 但是化解危機的時候 像有幾顆球 我身體放低 然後用球幹力量去打球 打中袋 即使角度小 但它成功力還是提高 提供大家參考 保重 平安 加傷 歼 中 最靈 你想